书接上回 虽然唐文宗里昂最终顺利登基 但是连续拥立唐木宗、唐靖宗、唐文宗三代皇帝的宦官王守成 此时早已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唐文宗虽然不再像唐木宗、唐靖宗那样只知贪图享乐 刚登基就遣散了三千多名宫女 放生了贡皇帝狩猎用的鹰犬 把木宗、靖宗时积攒下的小金库重新划回国库 并愁愁满志的想要忠心礼堂设计 但是很快 接下来的他就会像唐代宗、唐德宗一样再次被现实毒打 而在此时朝政的实际控制者、权幻王守成 及其背后的宦官势力影响下 早已比德宗、戴宗两朝时严重十倍百倍的宦官干政问题 也使文宗、李昂最终落得个比德宗、戴宗还要凄惨千倍万倍的下场 唐靖宗的宝利二年结束后 唐文宗改元太和并大赦天下 眼下以权幻王守成为首的宦官势力早已在朝堂上根深蒂固 李昂想要将这股势力连根拔起 彻底清除便更加不能急于求成 而且沐宗、靖宗两个败家父子留下来的烂摊子也不止这一个 因此唐文宗迅速把目光转向了因唐沐宗、唐靖宗的懈怠 而重新反扑的布陈藩阵 李昂觉得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一改沐宗、靖宗朝的妥协态度 尽全力弥补因这二人懈怠而导致唐朝中央对地方藩阵全面优势不再的损失 恰巧此时,与河硕三镇同属河北地区的航海截度时李全略死了 他的儿子李同杰眼见朝廷对藩阵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便也效仿河硕三镇不等朝廷任命就自立为留后 并进一步上述请求朝廷任命其为截度时 唐文宗自然不能再听之认之,但也不好直接撕破脸 就先让其去往山东远州,再在那里担任沿海截度使 可李同杰自立为留后,就是不愿放弃其父经营多年的老朝横海 又怎会轻易听命成为一个放弃基本盘任朝廷宰割的截度使呢 于是李同杰自然就以被当地将士留住为由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河硕三镇已言不听朝廷任命 如果唐文宗再对李同杰妥协,其余藩阵再群起效仿 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因此李昂虽然纠结了几日 最终还是在太和元年8月下诏令七个藩阵的截度使联合讨伐李同杰 起初由于唐文宗刚即位时例行节俭 国库还是能够承担起军费开支 不过就在太和2年9月,承德截度使王庭凑又突然跳返 公然支持李同杰,使得朝廷不得不两线作战 同时讨伐承德横海两阵,朝廷的军费压力骤然增大 就在文宗朝廷马上承担不起巨额军费开支的时候 太和3年4月19日,卢龙节度使李在义终于攻破横海节度使之所苍州 李同杰被斩首,但与此同时 正当虚惊一场的唐文宗小趁着朝廷刚讨平不臣藩阵获得的巨大威望 进一步让和硕三阵之一的魏伯阵一分为二 再让魏伯节度使使县城转任和中 从而使魏伯阵回归朝廷控制时 不甘心让他们此前将魏伯阵脱离朝廷控制的努力毁于一旦的魏伯将士 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使县城,拥立兵马使何晋涛为留后 再加上承德王廷凑也还在举兵反抗朝廷 文宗李昂只好被迫在太和3年8月初任命何晋涛为魏伯节度使 取消对魏伯阵的分割,赦免王廷凑及其不重,恢复了他们的官决 就这样,李昂虽然没有使藩镇割据的范围由何晋三镇进一步扩大至其他地区 却也对复叛的何晋三镇没有任何办法 从此,唐文宗再也没有动过收复何晋三镇的念头 而此刻的唐朝中央,除了王守城全是滔天 其余文官想的也不是铲除全幻,肃清朝纲 而是争相巴结宦官的同时搞窝里斗 先是李宗敏通过宦官的关系成为了宰相 随后又引荐牛僧如入朝为相 由于此前李宗敏和牛僧如曾被李吉斧排挤 此时的他们自然也就把李吉斧的儿子 正在这些观察史任上的李德玉视为眼中钉 于是在太和三年李宗敏拜相时 刚被前宰相裴杜推荐回朝没待上几天的李德玉 就又被外放为一城节度史 这还不算完,太和四年牛僧如正式拜相后 便立马把裴杜也排挤出朝廷任山南东道节度史 此后与李德玉陪度关系亲近的人不管其是否有能力 都一律将其排挤出朝廷 在牛僧如李宗敏眼中他们就是以李德玉为首 代表像李德玉这样通过门音入室的官员的利益的离党 久而久之 朝廷上的文官就以这样的方式逐渐被划剥为两派势力 牛僧如李宗敏通过科举入室 因此依附于这二人的一干朝臣也大都由数族出身的官员组成 这些官员结成的松散捧党就被称为牛党 而士族出身 靠门音入室的官员自知如果朝政大权被数族出身的牛党掌握 自己在朝堂必然连个立锥之地都不会剩下 于是他们也只能依附于李德玉和裴度等人 再加上一些与牛党官员关系不好 而被掌权后的牛党扣上李党帽子的 这些官员组成的另一个松散捧党就被称为李党 两个捧党都认为对方才是狼狈为奸的捧党 几方只是一群志同道合一心为国的忠臣 久而久之 即使不愿加入彭党之争的官员 在其中一党得势后 为了官运亨通也不得不巴结庙堂之上的其中一党 因此到了最后 所有文官都无一幸免的被卷进这场斗争 此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想到 与唐朝其他几场文官集团斗争不同 这场彭党之争随着此后皇帝的不断更迭 牛里两党的交替得势 竟最终持续了足足几十余年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 将本就内外交困 风雨飘渺的李唐江山 进一步推向坟墓的牛里党征 排解完李德遇后 李宗米牛僧如虽相继败相 可巴结宦官排出一己的行径 早已被唐文宗看在眼里 因此李昂也断然不会再用他们帮自己捡除宦官 可如今朝堂上不依附旁党的官员早已寥寥无几 费尽心思的李昂 在太和四年七月才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时任汉林学士的宋申熙 在得到宋申熙对于他捡除宦官的明确支持后 唐文宗当即拍板任命齐为宰相 不料 正当唐文宗以为终于得到忠臣辅佐 计划一系列举措铲除全幻之际 太和五年二月 消息泄露 计划被王守成等人全盘得知 二月末 王守成控告宋申熙谋反 阴谋拥立张王李凑为皇帝 李昂知道 王守成已经全盘知晓了他的计划 因此无论如何 宋申熙都保不住了 可怜宋申熙一生连结 忠于礼堂 被贬为开州司马并抄家时 竟只能抄到一落落宋申熙拒绝下面官员贿赂的文书 宋申熙被终身禁止返回长安 被贬不久 悲愤交加的他就在其贬锁 郁郁而终 而王守成的地位经过这件事的冲击 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摆在天子李昂面前的是一个看似无法打破的僵局 无奈的唐文宗只好暂时收起了铲除全盘的心思 慢慢等待新的机会出现 全盘虽暂时无法铲除 那些不为国际民生着想 是为素餐 只知巴结全盘的文官 唐文宗总还是能好好收拾一下 顺便出口长期被宦官压制的恶气的 太和六年12月初期 文宗李昂将牛僧如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太和七年2月28日 李德玉拜相 同年6月13日 李宗米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正当李德玉愁愁愁满志 准备在朝堂大展拳脚之际 太和七年年末 唐文宗染上中风 一时监禁不能说话 王守成健壮 把自己身边的郑柱推荐给文宗李昂 并让其为李昂治疗 郑柱虽然平常专注于攀附权贵 但是背地里也有一手好医术 在他的治疗下 文宗的病情大有好转 从此 唐文宗开始宠信郑柱 而郑柱眼见获得了皇帝的宠信 便对曾经提拔他的王守成忠心不在 意图哪天凭借着皇帝的帮助扳倒他并更上一层楼 此时的王守成还不知道一张除掉他的大网 已经在此刻开始铺开 郑柱凭借着皇帝的宠信 又将重金贿赂他的老朋友李仲言介绍给王守成 让王守成把他召回长安朝廷 甚至李仲言本性的李德玉极力反对其回朝 李德玉这样做 不仅得罪了郑柱 更是当面打了王守成的脸 于是在太和八年10月13日 牛党的李宗敏再次回朝任同平张氏 李德玉也随即被贬为镇海节度使 再次得势的李党又开始在朝中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这几年文宗李扬忙来忙去忙了个寂寞 最终也只能无奈的感叹 与把朝中勾结彭党之被西数清除相比 就连彻底消灭和硕三镇都变得容易起来了 好在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势力内部也并非固若金汤 郑柱和李仲言表面上依附王守成 贝利利早就将其视为他们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 太和八年11月 李仲言为了表示对于文宗的忠心 更是请求李昂将其改名为李迅 太和九年 李迅郑柱又把枪口同时对准牛李两党 李宗敏入随接连被罢向 牛李两党的官员一律被贬出朝廷 郑柱李迅将大量的空缺职位用自己的亲信顶替上 搞得朝廷乌烟战旗多年的牛李党争 就这样被强行告一段落 一时间李昂觉得 只要自己再把宦官在朝内的势力烟党清除 朝政大权就可以回归棘手 到时自己在大展拳脚 李唐江山重新忠兴更是指日可待 于是迫不及待的唐文宗李扬 先是把王守成掌握的禁军 交给与其关系不合的另一位宦官 求是梁掌管 并让李迅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也就是宰相 王守成觉察出一丝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十月初九 在自家宅邸的王守成 突然被宫内禁军包围 宦官李豪谷 把皇帝遇刺的毒酒摆在他面前 王守成自知大事已去 一代全患就此暴毙 此时压在李迅 郑柱头上的就只剩下求是梁了 于是他们和皇帝密谋 打算在王守成的葬礼上 一举消灭以求是梁为首的燕党 不料 就像被王守成提拔的郑柱 最终反杀了王守成一般 被郑柱提拔的李迅也越看郑柱越不顺眼 李迅便另辟蹊径 打算将庆除燕党的计划提前几天 假借天降甘露的祥瑞之名 单独与文宗铲除全患 独享投宫 不料 等到计划实施的当天 埋伏好的士兵却被求是梁发现 求是梁便赶紧挟持皇帝进入后宫 然后从此沉淀出兵杀向郑士堂 三省官员 除奸士兵 共计六百余人悉数被杀 丧心病狂的求是梁仍未感到满足 随后更是派人关掉了大明宫的宫门 又有一千多人被杀 这便是晚唐历史上令人发指的甘露之变 李迅正住在内的更多文官随后被牵连致死 大量官员空位 朝纲形同虚设 大权在握的求是梁 胁迫唐文宗改元开城 政变失败的唐文宗也被软禁 开城五年 李昂育育而终 年仅31岁 求是梁用力李延为帝 这便是唐武宗 在苦命的唐文宗失败的努力后 唐武宗又会对眼下的僵局 做出怎样的举措 咱们下回再聊 这期的大唐王朝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烦请关注收藏加点赞 你们的支持永远是我继续做下去的 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三连欧 悄悄问一句 这期没有破音吧 配完音后的我有点虚拖 必须 Astro 我词费的